这就是当中我们要介绍 就是说在我们的书架 书架这个地方 笔区格有提供三种的解释模式 当你点左上角那三个横线时 它会让你选择切换模式 那你可以选择你是要正常的 还是你要列表小号 字会变得比较小 这跟眼睛有关系 年纪大的一定会比正常的 那我想年纪新的可以接受小号 或者说你觉得用条列式的不喜欢 那你也可以选择所谓的九宫格方式 有没有 九宫格方式 那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 九宫格的小号方式 都看你 就看每个人喜欢 因为基本上呢 一个笔区格呢 最多可以到两百本书 所以你会看到像一个list一样 各种书都是上面绣出来 那我个人偏好的应该是所谓的正常 九宫格正常我比较喜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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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